县府与立委许舒华经地方反映 加日交通涌舍的情况后 也成功向中央争取经费 顺利将陆古乡近山农路 变更为头151以线 在去年底 托宽改善工程也顺利完成 本日在县长黎明珍主持下 隆重办理通车典礼 仙云、鸿东号、吴瑞芳、蔡门儿、邮浩 简直胜都出席活动 期盼道路开通促进地方发展 道路托宽改善工程 通车典礼 请进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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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英国一山 通车典礼 英国一山本来是我们以前的旧 旧的政策都在早期我担任行程的时候 就一直要来投款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林县长 来政府经费 来投款已经完成了 相信这道路完成后 会带到北方 北上出一个安全医院 也可以带到北方的观光 带来我们路骨香的发展 非常谢谢我们县长 路骨香观光景点众多 这条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条道路通车 现在也是我们很多公亲朋友也很高兴 也很高兴 我们希望行使这条道路的东西 都一定可以平安可以安全 县远有好感谢各界的合力 促成头151以线的开通 为地方产业及观光发展 带来更大的帮助 有新的道路可以走 那未来在我们整个路骨的采茶区的一个发展 以及包括在我们西头一些观光风景区的一个发展 都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 那所以今天在这里151以线的一个拓宽典礼 我们要再次感谢林明珍县长许淑华立委 还有许多大家各界共同的努力 还让今天这个拓宽顺利圆满成功 议长和尚峰感谢各界的协力 完成头1无1以线拓宽改善工程 也期许透过此路线的开通 能让交通更为便捷 进而带动路骨香的发展 记者卢宇凯 路骨采访报道